每天都要58岁男子确诊癌症 医生劝告三种异常千万别忽视 老高虽说今年已经是58岁的中年男人了 但他对护肤这件事还是一如既往的上心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洗脸 晚上睡觉前也会认真护肤 有一天老高突然发现自己的脸变得干燥粗糙 还长出了几个小哥的 朋友看到老高的不是劝他说 老高啊你都58岁了咱们就放松点好吧 你这天天护肤皮肤状态怎么越来越差呢 听着朋友的话老高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 于是赶紧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净是皮肤癌 老高傻了自己这么精心呵护的皮肤 怎么会诊断出皮肤癌呢 一请注意三种情况或是癌症预警 有句话说的好凡事过犹不及 墨西哥墨旭游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表示 过度洗澡可能会增加皮肤受损的风险 进而提升诱发皮肤癌的风险 而且每个人的皮肤状况不同 所以皮肤的清洁需求也不同 洗脸的频率应该根据自身状况来确定才好 好比在寒冷的冬季或干燥的情况下 既可以减少洗澡的频率 在炎热的夏季就可以选择每天洗澡来放松心情 同时也应该重视自己的皮肤状态 任何疾病都是慢慢发展的 如果皮肤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进行专业检查 来避免严重疾病的发生 首先是发现皮肤出现莫名红斑 就要判断是不是皮肌炎的出现 皮肤出现炎症的表现就是颜检 鼻梁、面颊、前额的皮肤呈现紫红色斑 内脏恶性肿瘤和病皮肌炎的发生率为20%到30% 甚至还会诱发肺癌 第二种情况是出现带状泡疹性 要知道带状泡疹一般只出现在身体的一侧 但是含有恶性肿瘤的带状泡疹性皮损 却在全身遍布并且会反复发作 严重时甚至会引起肠癌以及前列腺癌 最后但皮肤变黑时则更要警惕 因为当身体出现恶性黑色素瘤时 皮肤就有可能变黑 而黑色素瘤的特点已发病快 治愈难而助成 一般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的状态 所以及时发现 快速救治才非常重要 二正确护肤或能收获三大好处 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 为我们的健康筑起了第一道防线 日常的皮肤护理不仅让我们看起来容光焕发 还与某些特定类型的癌症风险息息相关 到底护肤还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护肤可以促进表皮细胞更新 有利于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和修复 使老化的表皮细胞更快脱落 新产生的表皮细胞具有更好的功能 如更强的抗炎抗菌能力 从而间接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 甚至可以增加人体免疫力 定期进行皮肤护理可以刺激肌体产生更多的免疫细胞 这些细胞能够识别并清除体内的异常细胞 包括癌细胞 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应答来抑制肿瘤的发展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癌细胞扩散到其他部位 况且良好的皮肤状态可以提升个人形象和自信心 从而使生活更加愉快和满足 减少由皮肤问题引起的不适感和心理压力 改善睡眠质量借而提高整体的生活质量 三、关于皮肤的小秘密 你知道几个 皮肤是我们身体的保护屏障 能够抵御外界的伤害 它还能通过出汗调节体温 可谓是我们身体的卫视 尽管如此 我们的皮肤仍然需要精心呵护 在皮肤护理过程中 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一、定期去角质 肌肤表层的老化细胞会不断脱落 如果不及时去除 会导致角质堆积 使皮肤看起来暗审无光 选择温和的去角质产品 每周进行一次帮助清除死皮细胞 促进新陈代现 二、防晒最重要 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下 会导致皮肤黑色素增加 容易形成色斑、皱纹等问题 外出时涂抹SPF30级以上的防晒霜 并戴上太阳镜和帽子 以保护眼睛和面部免受紫外线伤害 三、保持充足水分 足够的水分摄入有助于维持皮肤的水润度 缺水会使皮肤失去光泽 出现干燥、粗糙等问题 每天至少饮用8杯水 并多吃水果蔬菜 以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和营养 四、避免刺激性化妆品 含有酒精、香料等刺激成分的化妆品 可能引起皮肤过敏或炎症反应 选购化妆品时要注意查看成分列表 尽量选择温和无刺激的产品